如果你想做一个自媒体 或者将要做一个自媒体 你想对你的频道有一个声音上的质量上的提升 比较推荐用 这期视频真的没有掐翻 嗨 作为一名视频拍摄爱好者 一定会对画质以及音质有一定的要求 对于我来说 画质当然是要上索尼A7S3 感知很强 但音质这种东西 感知不是特别强的东西 价格从145元的手机麦克风 到4000元的动圈麦克风 音质上究竟会差别多大 为了探究一下音质的奥秘 咱们购入了不同形态 以及大小和价格的麦克风 甚至是收音器 来对比一下它们的音质质量 手机麦克风直接接手机收音 机顶麦克风接A7S3直接收音 其他的像是索尼录音笔 人头脉 动圈麦克风 接各自的声卡收音 下面我们就开始评测 都是自己人 那咱们就不唱歌了 我读一首诗吧 永鹅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换一首 我会把它们标个序号 大家可以把你们觉得声音质量高的数字 打在弹幕上 为了让大家更明显的听出区别 我会来回切换它们的音轨 现在开始 这个就是索尼的收音麦 然后这个是罗德的一个机顶麦 很便宜 大概是450块钱 然后这个是罗德的VIRLESS GO小蜜蜂 我一般在外面的时候 外出的时候经常会用它来进行拍摄 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觉得音质还不错 这个是来自博雅的一个145元的接手机的麦克风 然后这个就是NTG罗德 以前我的收音 视频的收音是用它来进行完成的 现在我们有了舒尔的SM7B 就现在用舒尔来收音了 除了之外 我们还搞到了一个人头麦 以前它硅胶套是白色的 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了 它是来自一个3DIO的耳麦 现在我们开始读诗 让大家去听出差别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于茫茫 大河上下 顿诗涛涛 山五银蛇 圆池辣象 与天宫 是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果 分外 妖娆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于茫茫 大河上下 顿诗涛涛 山五银蛇 圆池辣象 与天宫 势比高 虚晴日 看红妆素果 分外 妖娆 在我整体听了各个麦克风的音轨之后 我感觉到NTG和舒尔的声音非常的相似 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舒尔麦克风没有加这个画放 因为这个麦克风真的非常的难推 光靠一个声卡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细节 这个NTG的价格大概是1500块 然后舒尔的麦克风搭配声卡大概是有4000多 我的声卡没有选择特别好的 但是4000这个价格却跟1500块钱这个价格 声音质量整体听上去好像差不太多 但是这期视频真的没有掐饭 真的没有掐饭 因为感觉越来越说这越来越像是个掐饭视频 如果出去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带这个Virus Go的这个小的麦克风 因为它比较的方便 然后是个无线的控制 真的没有掐饭 真的不是掐罗德 罗德没有给一分钱的 然后 以前我买博雅是为了搭配我的OSMO Pocket 但是那玩意真的太难用了 我就把它出掉了 那个麦克风的音质大家也知道149块钱 还不如用iPhone它自己的录音去录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做一个自媒体 或者将要做一个自媒体 你想对你的频道有一个声音上的质量上的提升 比较推荐用罗德的这款NTG 因为不仅可以在室内受声 也可以在室外录一些Vlog用 所以这就是本期这种大横屏最后得出的结果 大家可以去选择这一款 相比于舒尔 其实会有更多的细节 在加了画放之后 整体的声音质量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而且摆在桌面上 我觉得会比那一款会更好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会更好看 更像一个正儿八经录节目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就是NTG可以户外 也可以室内 舒尔好看 而且声音质量高 细节多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知道大家应该有自己想要去选择的麦克风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我是壮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